掌聲響起來財富跟著來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丁士芬 我們來關注一下台北股市的行情 今天真的算是這個禮拜最亮眼的一天 開高走高而且成功收復了月線 終止日K連三黑 只不過今天禮拜五 所以這週週限是收黑的很可惜 今天盤面除了全肢股回神之外 最大量的指標族群就看太陽能了 大量上攻 他真的可以成為12月的黑馬嗎 選股策略現在我們大家說了 是不是要跟著政策走呢 因為如果你選對人還能跟著跑 你的股票也能跟著跑起來 今天太陽能政策大力多來了 低位階的太陽能除能概念股 整個綠能的產業鏈指標怎麼觀察呢 還有我們到大家來掌握一下 現在選股策略應該是要選那個 不要說漲上去了你後面肉很少的 我們教大家怎麼選在七張點的股票 教大家後面賺那一根藏紅棒 還有台積電剛剛公布了 最新的11月份營收再創新高 怎麼來解讀呢 趕快請教基隆老師 首先為各位介紹今天的來賓 先介紹是我們的古靈高手 林玉凱老師 歡迎 師父好 打完 還有我們的蔡英斯坦 蔡振華老師 歡迎 師父好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股市金童 鍾貫貞老師 歡迎 師父好 觀眾朋友好 好 我們趕快先來觀察到 今天的大盤指數 幫大家來掌握一下 今天的大盤很漂亮喔 開高走高的 上漲152點 最後衝破了14700點的關卡 佔上14705點 成功收復月線 不過量很可惜 今天量沒有到2000億 今天只有1930億的量能 但是從K線型態來觀察 總算終止了日K連山紅 今天上去了 不過最近的三大法人 籌碼帶大家來掌握一下 今天外資是小買的喔 小買了61億 另外投信的部費也是小買的 私營商站在賣方 三大法人今天合計 買鈔 超過了50億元 好 我們趕快來看看 盤面上今天的強勢跟弱勢族群 幫大家來整理一下 今天網通族群 省準公布營收業績 而且明年也是看好的喔 所以今天拉出一根長紅棒 另外華夏的部分 就是台劇集團的概念股 今天表現真的不錯 今天也拉上去了 太陽能指標來看到 茂迪今天有大新聞 所以茂迪今天也噴出去 鎖住了漲停板喔 還有是在均豪的表現 也是相當的不錯 這也算是台積電的概念股 不過弱勢要特別注意了 在前個波段創了波段高的旺系 今天殺下去囉 還有智茂也要小心 另外在生技族群當中 泰博今天也是往下走跌的 還有幫大家來掌握一下 玉龍集團的嘉玉 今天也是跌得滿重的 所以今天盤面的重點 幫大家整理了 就是在台積電的營收部分 10月營收剛剛公布了 再創歷史新高 今天撐盤讓整個大盤 成功收復月限 這個失而復得 可是怎麼來做觀察 畢竟週線是終結了連五紅 這個禮拜的週線收黑 非常可惜 我們趕快來問問老師了 到底今天行情怎麼來做觀察 三大老師的指標 要先問問玉凱老師了 現在是不是要跟著政策來選股 能源政策是今天的大利多 所以會不會是在替 明年的大選來做暖身 還有講到政策大利多 觀光股也是發展的重點 怎麼來看待 另外問問政華老師 教大家選股 轉強的個股你要怎麼選 怎麼樣還有後面的肉可以吃 我們怎麼選出 那個拉長紅棒的好看的個股 包括像是哪些 台積電高麗玉龍創意保銳生計 再加上散熱的旗紅 稍後用K線型態幫大家來掌握 另外問問昆蓁老師了 在台積電部分來說 10月營收 老師之前有幫大家預測 真的很接近 今天公布數字了 怎麼來做觀察 創新高之後 到底第四季怎麼看 還有美國建廠現在擴散效應 小經濟還有哪些個股 今天會動起來呢 另外來看到股民 股民最近最關心了什麼話題 第一個台幣 台幣今天是升值了 只不過今天的升值幅度不大 所以現在看起來 今天的收紅 會不會不是真的增多呢 怎麼來關注下禮拜的行情 很重要 還有股民要問了 因為下禮拜 美國重要的大事要來了 第一個 10月的CPI要公布了 還有FED要宣布 到底升兩碼還是升三碼 所以下週這些關鍵因素 台北股市會怎麼來表態呢 另外在股民還要問了 今天反彈 但是量是縮的 今天是拉台積電 很指標 拉經濟 出中小型的概念股嗎 MAC已經翻綠了 我們怎麼來觀察呢 好 今天趕快先來看到 是在台北股市整體的行情部分 每股仨值數收紅 所以帶動了今天 我們是開高走高 大漲超過百點收復月限 我們來問問玉凱老師了 請玉凱老師來到台前 上次節目那時候 你就說了嘛 月限很關鍵 月限是重要指標 今天真的收復回去囉 今天成功站上月限了 好 那收復月限有支撐力道 那大盤接下來呢 下個禮拜怎麼看 好的 因為其實下個禮拜的話 等一下我們會在最後做一個預告 那我認為說 因為現在來到這個歲末年中 所以我們會針對 明年度的狀況 來做一個比較深入的解讀 那今天我們來給大家 一個兩個大方向 第一個上半年會屬於震盪走平 其實很多人會猜測說 明年度會不會就是一個衰退年 那其實各位你去思考一個問題 如果說一個問題你知道我知道 全天下都知道 它就不會是一個即將要發生的事情 所以上半年度震盪走平 其實這個我們可以從等一下 我們要討論到的政策這個部分 我們來去發想 再來下半年呢 蓄勢待發 在禮拜三的時候我們也講過嘛 就是有外資的報告 有我們國內券商的報告 其實在明年度的第四季是可以看到相對高 甚至有機會看到一萬九千點 這樣的樂觀目標的 好 那我們接著往下走囉 先來看今天大牌 月線收復回去了 對 因為在禮拜三的這個最後嘛 明天會怎樣 其實當時呢 我們的禮拜三的明天就是昨天 對不對 又往下跌了 可是我們看到 跌了之後呢 做了一個收腳 下影性的動作 剛好就是卡在月線之上 那今天打到月線 馬上彈起來就大漲了150多點了嘛 那再來呢 作帳股其實我認為說也會是接下來的一個重點 好 那我們接著往下走囉 好 所以這是在大盤部分了 蘭老師我們來看到了 今天這個頭條大指標 看太陽能 太陽能今天量能夠衝上去 真的很難得 援金成交量超過9萬張 他是成交量排行前幾名 什麼時候看到太陽能 這麼大量上工 那今天兩大的這個重點商機 我們幫大家看 兩大利多 第一個 使勸員通過了這樣的一個草案嘛 所以太陽能的白藝商機 真的要爆發了嘛 未來三類的建築物 都要加裝太陽光電板 好 這個是在行政院的政令法條 另外我們來看到 個股當中呢 今天另外一個大利多 鎖定在茂迪 茂迪現在是抽魚電共生 就是說他的那個養蝦的那個池 他也可以跟太陽能的做結合 明年還要拼什麼呢 是拼規模經濟 所以也就是說 這兩大的利多 今天帶動了這個太陽能族群 往上攻高 好 可是太陽能 我們廣泛一點看 整個綠能產業不只太陽能嘛 你看今天動起來的是在太陽能 太陽能是第二天上工囉 包括豐能 豐能也是綠能概念當中 很重要的指標 你看之前的世紀剛上尾投控 也都是滿標的 還有除能概念股當中 指標當然是台達電 然後大同最近兩天也動起來了 另外這個重電系統的中芯電 華晨這個波段其實都有創高 只是說最近壓回 華新也是如此 綠能的交易 綠電交易當然最近最夯的 就是雲爆了 整個產業業老師 我們怎麼觀察台灣 接下來的綠能產業的熱門股 好的 其實大家可以觀察到 今天的盤面有一個現象 最近好像是漲多的股票 開始比較容易漲不太動 可能可以動一下動一下 但是沒有辦法再往上去 做創新高的動作 那為什麼太陽能可以連標兩天 因為第一個 它位階非常非常的低 位階低就是它最大的優勢 然後再加上說一個政策 一點火 當然很容易就上來 我覺得連漲兩天 可能這個都還沒有結束 下個禮拜都還有期待的空間 那當然其實政策這個 涵蓋的範圍非常廣 所以我認為說 在這幾個大族群 未來的這段期間 你可以看到說 他們會是輪番去做表態的 所以大方向都可以來做留意 好 那我們老師 我們今天就鎖定太陽能 因為今天太陽能 很多黨都帶量噴出去了 那你怎麼幫大家來調 好的 因為其實 這個綠電新政策 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概念 那怎麼講 我在不增加大家負擔的前提之下 我們來去做這個需求的增加 那怎麼說呢 因為大家都需要天花板 你蓋房子本來就需要天花板了 那我在天花板 多加個太陽能板 這OK的嘛 所以說這個不會去增加 太多的一個成本負擔 那再加上說什麼 魚電共生 養魚養蝦也能發電 多嗨啊 一舉兩得嘛 所以其實貿敵算是最直接受惠的 這兩天 量能拉出來之後 也連拉了兩根長紅K 那其實就像我講的嘛 它其實位階非常低 這裡才剛剛起漲 而且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在月線跟季線的部分 它這邊正準備要來做一個黃金交叉 那交叉的話即便它這邊 可能強張兩天 萬一下週即便有遇到一個震盪回檔 醞釀一下也是有機會再往上做攻擊的 好 所以是太陽能部分還是蠻看好的 而且你看它今天的成交量能真的爆出去 而且它又是低位級對不對 之前我們幫大家講了 就是你要找那個後面真的肉要很多的 好 所以這是在冒底的部分 那老師 政策概念股當然除了太陽能之外 最近動起來就是觀光類股 觀光真的更多了 旅行社 美食 飯店都有 我們怎麼來看 好 那為什麼要講大軍未動 糧草先行 因為其實我們來檢討一下 這一次的九合一大選 其實這一次我認為 執政黨動得太慢了 我們到選前一個月才開始拉 雖然說拉了兩千多點 但是不夠 因為你動得太慢了 跌了六千點你才拉兩千 而且這到最後一個月才動 其實很多的股民反應不過來 那當然就會選的不是那麼好看 那這一次學聰明剩下一年一個月 就要進行總統大選 這次不能開玩笑 所以說我們現在就要開始佈局 所以你會發現 居然有很多的政策 這些利多 它是放在選後才做發酵 那表示說它已經在為後年做佈局了 所以說能源政策 是一個總統大選的暖身 那當然為什麼我們特別來看觀光股 因為觀光股它其實在選前 它就有所謂政策的一個發酵的概念 選後第一個 其實觀光類股 過去一直是所謂的藍營勝選概念 對不對 中概或者說什麼的 那當然現在我們陸陸續續 朝解封這條路走 那當然這個就是觀光會接下來 越來越受惠的一個原因 好 那我們就是接著往下看 未來誰會最受惠 因為其實我們幫大家看了一下 最近當然很多的 你說餐飲類個股也好 或者說是飯店個股也好 其實已經先漲在選前了 那漲了這麼多 還能不能留意 那其實我們這時候就要深入到 所謂每一檔股票 它的核心價值 一檔一檔挑 一檔一檔來看 那第一檔我們帶大家來看 八方雲集 這檔股票當然 前陣子漲得非常飄悍 而且同一時間 外資跟投信也都有買盤進駐 但坦白講它的股本不大 為什麼能夠吸引 兩大法人的一個青睞 那其實我們就要講說 講到八方我們就要看到美食 美食也就是那個85度C 其實我認為它現在正在複製 2017年美食的那條路 100多塊漲到400多塊的過程 真的啊 我們看美食 所以我們再縮小 對 再縮小一點 我們要講從 從2015年到2017年的這一段 好 來 這一段 對 這一段非常的厲害 那我們看到糕點在439塊 2017年 2017年發生什麼事情 2017年的美食 85度C在美國開了第1000家店 對 那時候非常的猴 對 那個時候從加州的Evai 開了第一家之後 一路開一路開 那時候要塞爆 對 一路開 可是每家都真的是都爆滿 加家爆滿 然後到2017年來到巔峰 1000家店 對 所以說這個是美食的一個 我們講USA的成功模式 那現階段八方雲集 它有在複製這樣模式的意思 當然八方雲集早期 在中國大陸的布局沒有很成功 然後再加上遇到這一波疫情 所以說它把這個 有點斷尾求生的味道 我把這些慢慢的店收掉 我全心全意往美國發展 而且第一家店一開 一炮而紅 對不對 在台灣對不對 鍋貼一顆賣6塊 你可能愛吃不吃 在那邊一顆賣23塊 大家屈之若霧 對不對 門庭若市 所以我覺得它會循著這個模式 也是一樣 就像巴蘇律師一樣 一家一家開 一家一家開 所以我認為說 雖然說它剛剛起來 100多塊也漲到200多塊 可是其實我們就它 未來能夠去貢獻的 這些想像空間來講的話 200多塊其實真的都還不貴 我認為這也是 法人願意去對於 股本這麼小的這種觀光類股 進行比較大量琢磨的一個原因 老師可是你看 它最近創高之後 開始這邊再有些震盪的核局 所以對投資人來說 我們要怎麼去找那個買點 我覺得就像我們說 剛剛美食好了 它2015一路漲到2017 它也漲了兩年 可是漲了至少三倍以上 那這種股票 你可以把它看長線一點 你可以有錢買一點 有錢就買一點 假設說我們把它 對我們把它最終的目標定在500塊 那也許它往上走 可能到300再回一下 到400再回一下 到500再回一下 反正我們不到終極目標之前 我們都可以慢慢買 好所以這一檔是放長線來做觀察的 好那剛才看到是餐飲商機的個股 那除了八方議題之外 老師來下一檔我們再來做觀察 下一檔來看到是在雲品 好那剛剛講到說 其實藍營盛選就會有所謂中概的題材 其實雲品就是我們走到日月潭 除了韓碧樓最指標的 大概就是雲品了 對那雲品的核心價值在什麼地方 第一個除了在日月潭之外 還有它在市民大道的軍品 軍品裡面有一個移工 連續五年獲得米其林三星的 對 走美食的 火焰鴨嘛對不對 澆下來淋下來這個皮脆肉薄的什麼 其實這很好吃 當然現在也是一味難求 那雲品的部分 其實它第一個 美食是它的核心價值 景觀是它的核心價值 所以說雲品在日月潭 做到什麼事情 雖然說韓碧樓也很漂亮 我也很喜歡 但是其實雲品 它在整個的氛圍經營上 我認為再技高一籌一點點 因為它有一個高樓餐廳 是可以俯瞰整個日月潭 在這個地方讓你去享用 所謂的米其林餐點 這個是它比較厲害的地方 對 它是用美食跟觀光 來去做到一個緊密的結合 其實韓碧樓雖然說景觀漂亮 房間也很讚 但是東西沒有那麼好吃 對 這個是不真的事實 好不好 雲品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核心價值在這個地方 所以雲品也是可以來做一個留意的 那當然外資投信 都是有來做一些琢磨的 你會發現這些觀光的類股 過去可能法人 對它不會有這麼多的想像 可是好像最近來講 想像空間很大 對 那這是可以來做一個留意的 那當然最近漲多 今天都還創新高 這種股票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均線來做操作 比方說你就拉一條月線 拉回月線這個地方 你再留意買點 好 就是說不要追在 那個創高的點上 是的 另外老師我們來看到也是美食餐飲商機的 我們來看到是在王品 王品其實之前歷經過轉型 但是他最近的股價也很飄悍 對 沒有錯 王品這一波其實幾乎見回不回 一路往上創新高 那王品的核心價值在什麼地方 其實他第一個 他危機處理的能力 對 其實我們之前講過精華 王品也是一樣 其實在疫情爆發的時候 這些餐廳一片倒 都是很難看 那怎麼辦 王品第一個做到他完完全全去發展 外送這個平台 那外送這個平台大家都外送 現在餐廳大家誰不外送 對不對 那他做到怎麼樣 第一個暖心服務 一直是他最高至上的一個原則 怎麼樣的暖心 他可以在Uber E的餐盒下面 加一個暖暖包 這就是其他所 這個餐廳所做不到的 再來 你只要是那一家店 像我之前點過夏木尼 我只要是這一家店 開門第一個客戶 店經理還親筆寫信給你 很有人情味 對 真有很人情味 對 隔天我就馬上再訂一次 對 就衝著這一點 我開心死了對不對 所以說王品這個部分 我就認為他經營很成功 那近年來他走的路線 是一個多品牌化的行銷 我從高檔到低檔 我從西市 泰市 越市 韓市 我通通都來 對 那其實目前來講 七月他一個叫做 初瓦的韓市餐廳剛剛開幕 那其實也是一位難求 他剛出來我馬上去吃 當然第一個 我們要看餐廳好不好吃 才知道他撐不撐得久 第一個客滿 OK的 再來我們看果然夠地道 夠好吃 那重口味 然後用機器人來送餐 夠噱頭 所以我認為說 這第一個成功的地方 12月他現在一個新的板前鐵板燒 也開幕囉 好 那最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規模經濟 1880塊的套餐 讓你吃和牛 吃海膽 吃鮑魚 吃龍蝦 對 多划算 所以我認為王品的成功 是有他的模式在的 老師 但是這些各國 其實他都是創高了對不對 都是創高 對 那我們可以同樣用 剛剛雲品的模式來做操作 拉回軍線做留意 好 這是在這個王品的部分來說 那另外一檔我們來看看 也是觀光題材的 亞洲葬壽司 他昨天噴出去 可是老師他今天是這樣子 留了一個長長的上影線 所以這檔個股的後續操作 就很重要了 好 對 沒有錯 可是我們來往前看的話 你會發現亞洲葬壽司 一路上漲的過程當中 他不乏黑K爆量 但是整理過後 又可以噴出去 不乏黑K的爆量 整理一下又可以噴出去 那這種就比較像是 行徑間的換手 我覺得這股價來講 都還算是一個良性的 同時外資也還是在買 所以其實在籌碼條件上 這非常類似 那我認為說 在台灣這麼多家 回轉壽司業者當中 亞洲葬壽司 算是最有行銷頭腦的 因為這家店 鍾老師也很常去吃 所以我們都很清楚 他是吃五盤 就可以抽一次那個扭蛋 對啊 不一定抽得到 抽一次扭蛋什麼概念 假設我今天吃了八盤 我不會想盡辦法 再撐兩盤 對不對 營收就可以再多一兩次 對 不一定抽得到 所以有時候如果說我心情一個不爽 我就再往十五盤進攻 對 十五盤抽不到 我再吃二十盤 對 這個非常聰明的一個模式 而且送的那些東西 你拿到很有成就感 可是真的拿回家 你又覺得說 我拿著幹嘛 對 就有這樣的概念 但錢先花了 對 錢先花了 無論如何模式是成功的 對 我們就要給他一個讚賞 所以我認為這樣股票 也是可以來留意的 好 老師 那今天這些 主要關鍵在於今天他拉回 對不對 拉回之後 所以大家不用特別擔心 對不對 可是他今天還是爆量 還是爆量 但是就像我講的 前面都有類似的經驗 其實你只要不要做一個 很強勢的拉回 比方說我們就抓一個前波低點 他回到這邊 我認為跌破這個平台區 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如果說來到 測到這邊都跌破了 那就要稍微小心了 對 那如果說當然 你會說這邊離這邊距離比較遠 那沒關係 你可以等到季線的時候 再來做介入 好 OK 這是老師幫大家掌握 謝謝老師的分析 當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資訊的話 可以掃描我們的螢幕上的QR控 裡頭就有很多的內容 可以投資給投資人可以參考的 那我們也先休息一下 進入廣告 稍後帶大家來關注 美國的FED 下週要公布升級結果了 台股族群在輪動 怎麼找 我們要找個股轉牆訊號的 鎮華老師告訴大家 馬上回來 掌聲響起來財富跟著來 觀眾朋友歡迎回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一個最近消息今天提供給大家 今天外資回頭買了 今天是股會齊羊刀 新台幣的最新報價 來看到新台幣今天是升值的 小升6.3分 收在了30.622對1美元 台北股市算是今天上攻 但是量縮 可是這個觀光氣氛好像又出來了 今天成交量不到2000億 大家是不是都在等等 下禮拜的重要大事 FED的升息報告 我們跟正華老師一起來看 老師你看上個禮拜最關鍵就是 12月13 第一個美國11月的CPI 那現在估起來有可能會再往下走 是降溫的 那再來關鍵14號 美國FOMC的利率決策會議 這兩天比較重要 所以大家似乎今天你看 禮拜五量已經縮到2000億以下了 是不是就在等 對 大家在等這個事件的落地 因為大家估的位置都差不多 因為第一個像4分 剛剛說降溫 那大家也都估降溫 那兩碼大家都估兩碼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的重點 不是在於它數字的本身 就是帶出我今天的重點 就是股票最重要的是看 市場對那個新聞的反應 對 你兩碼是大家猜到了 然後跌下來還是說兩碼 那繼續走上去 那以目前來看 最有可能的發展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確定兩碼以後 當然後面這個包裹會講一些話 講完了以後 注意一下納斯達克 因為這一次美國股市 漲比較多 主要是漲在道瓊 納斯達克其實漲很少 所以其實漲麥當勞 然後聯合健康 就類似這種股票 保險或大金融 我們叫納斯達克指數出來 對 納斯達克 其實這次納斯達克 漲得非常的少了 所以這次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就是確定兩碼以後 有沒有機會科技股 這個地方漲得比較多 或者是說至少你拉開 跟這個一萬點的距離 它現在回去測一萬了 如果你能夠拉開 讓我們看久遠一點 你看 漲這個有夠弱的 你會看到 這好像酷 你知道嗎 真的這裡盤了好久 那比台灣還要弱 對不對 能看嗎 這 根本就沒有漲 所以其實這一次我告訴各位 台灣在這邊其實已經算強了 大家不要說什麼 台灣跟不上美國 是跟不上道瓊很正常 比納斯達克贏多了好不好 全世界最弱就在這邊 你看 就它 這裡如果能夠漲一點點的話 台灣就可以漲更多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下一段 我們有準備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 我蔡振華出來行走江湖 最有名的就是日出日落兩件事 你們如果拿我的名詞去Google Google一下 蔡振華後面出來日出線 就講我 日出線講一個 其實就一個概念就是說 它第一次在這個位置 能夠收在前一根K線的上方 就成為日出 比方說像這個下跌的過程當中 對不對 每一根都有低點 像這根第一次收得比前一根高 叫日出 所以其實這個禮拜 剛剛四分說黑棒 它其實危險的 為什麼昨天是 禮拜四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我解釋給各位聽 昨天來到這個位置 剛好是周K線上個禮拜的低點 這個地方叫14449 這數字實在真的是 剛好在這個位置有沒有 所以你看 假設說今天給它 你收下去就日落了 但正因為如此 所以才要再博在禮拜四 昨天那個尾盤 其實是很好的買點 然後 因為大盤今天短日出 對不對 所以 昨天先攻的股票 今天一定會最強 這個就是可以用來解釋 太陽能鎖上去的原因 因為別人反彈 我先漲 就是早一天的概念 所以大盤下檔是有手 下週準備再攻 那未來來講的話 指數有沒有機會 直接轟到那個15000 上面就供1000 16000 其實只有一個關鍵 就是台電有沒有上500 像台電這種這麼大的股票 很少很難你公佈跟營收什麼 就想要上去 通常要有國際的大事件 所以我才會講說 下禮拜三 禮拜十就最重要 我覺得台電直接看週限 不要看當天 下禮拜如果能夠收上去 週限收到530 那其實 我們在12月的下半月 就會去供那個16000 但如果說 台電沒有上去的話 就變成個股表現了 也許就不是那種 噴止住的行情 所以我現在講 下一段 我們第一段大盤叫做無腦多 什麼叫無腦多呢 千萬不要動腦 動腦就輸了 因為動腦會不敢買 動腦你會覺得說 長1000點 就每天都萬壇 KD80怎麼買 你的腦子要一動 你就不敢買 所以叫無腦 記得第一段就無腦 所有的行情 第一段一定就是無腦 無招勝有招 盲拳打死老师傅 你就亂揮拳 買一買 就是贏家 第二段就是會變輪動 因為你第二段無腦多 你會被修理 那有的人就會問我說 什麼時候才知道會進入第二階段 其實我告訴你 帳戶最清楚 我實在講真的 帳戶 你看你的帳戶 那個余額不動的時候 靜值不動的時候 就開始進入下個階段 比方說我們來看到 我們直接從股票來看 對 指數雖然很漂亮 這些股票都很漂亮 可是大家仔細看一看 比方說你在台積電 台積電你就是只能夠 買在這個區域裡面 就400以下 你只要是知道巴菲特買以後 你才買的 其實也就是這樣 對不對 對 那雖然說日後 還會有機會上去 然後你也可以領到股息 但是你沒有辦法藏到那種 短時間之內的那種快感 就是你如果買在這才是最漂亮 對對對 你短期 要教大家 還有一種就是說 比方說你套在550 你可能本來賠200萬 對不對 舉例的 現在變成只賠60萬 這也有可能 但是跟那種 我手上就是200萬現金 這個禮拜賺80萬 感覺還是差很多 對 就是那種感覺 感覺四倍贏了一樣 或者說你看高利這麼強 強如高利 在地球上最強的股票 我實在是 這個中台日 是美還是什麼 你看哪一 你找得到這麼強了嗎 恐怕找不到了 這個真的是創歷史新高 但是你仔細看 就是說除了這根紅棒 這根紅棒 這根紅棒之外 你看過去的兩個月裡面 你把就那三天最high 說真的 他每天都甩你 一直甩一直甩 你看強如創意 像今天創意 創一個新高 對不對 就算是這樣子 你要抱三個禮拜 今天才算正式出頭 就是時間很久 對 除非說你買在這邊 對不對 你只要是在這裡買的 或者說你看 生技那麼強 對不對 你買到這邊的 或者是玉龍 對不對 玉龍你買在後面三分之一的 掉下來了 這些其實都是在等待 就是說現在變成 有一個等待 你看前天追奇紅突破 有沒有 這根漲停多high 現在氣死了 有一個黑棒嚇死了 彰化媽不完 可以上去查一下字典 什麼彰化 就是 就是我們講說 這個股票 你追突破 反而有一點掉下 但是你說它弱嗎 它沒有弱 其中這個是很強 這一些所有你看到的股票 都是當今最強的 但是我現在要講 今天事情就是說 你看這麼強的股票 它也是在等 它也是爬得很慢 所以我想理論上來講 最好還是能夠買在那種 剛剛轉強的時候 至於這些股票還會不會漲 我認為還會 就是等他們整理完以後 會有一個中繼再突破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當今盤面上 怎麼選那個轉強股 畫面上在集中的 是大家在看幾個邏輯 第一個就是說 像元宇宙 元宇宙這個上禮拜 跳上來以後 當然這裡還有 威神家族他們 那看起來的話 它至少是在一個 前高的上方 雖然說沒有怎麼樣 但它這個是走在一個 正創新高的位置 那茂迪也是一樣 它是走在一個 正創新高的位置 我相信在下禮拜 會震盪一下 但是我認為 它也是在一個 創新高的位置 再來你看伺服器這邊 那還有這個 特殊的材料 特化這邊 這四個族群 當然還有包括 這個生技股 生技股 這四個族群 它至少是在 這個創新高的格局當中 那太陽能跟這個生技 當然也是很標準的 政策股 太陽能跟這個生技 比較有一點點 稍微小小的不同 在哪裡 就是說 生技股有股票 在創歷史新高 但太陽能沒有 生技股的話 你可以看到 像比方說 你可以抓美食 他們在創歷史新高 對不對 這一些股票或保累 它一直在新高的 這個位置在整理 但是太陽能比較沒有 但是 雖然這個量子 我們還是可以把它 當作是整個 大題目來看 比方說 我舉一個例子 雖然不是 直接打在太陽能上面 我們看一下中心電 1513 好 這是重電的 對對對 重電的那幾支 全個波動其實也很強 其實很強 對啊 那你看 因為它現在的位置 就在 零近在這個位置 那這邊留意跟上影線 很多人就會認為說 留上影線是不是不好 帶量長黑 其實現在這個時代 帶量長黑不可怕 我上次有跟大家講過 就是說 當衝客其實也是很優秀 我跟你講當衝客也是很聰明的 有上影線的股票 就是代表表示有當衝客 他已經幫你把血股 他選好了 說不定他走了以後 就上去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 不是這樣講 下個禮拜 這個如果有上去 其實會 整個大綠能族群 都有機會 就驗證了我們講的 對有沒有機會 在帶上來 所以當然我們剛剛講到 生計股的話 他有股票在創歷史新高 這一定是最直接的 因此的話我們來看 幾檔股票新的 有沒有機會在這個地方 整理完以後再走上去 首先第一個就釐清 這個地方就是說 我們訂單是不只特斯拉 車用的格局 那這裡就是有一個月級別的日出 這個是第一根 那可是你看它拉回以後 低點沒有再失守過 這裡我們來看到第一個 解封之後車室逐漸回溫 那訂單有湧入嘛 所以我們看一下 在這個位置 不目前是站到頸線的上方 這是最標準的LED車燈 特務涵蓋在特斯拉 還有其他大陸車廠 那這邊我們看到就是說 11月的營收出來以後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不要說營收出來 還不錯對不對 開高走低 那就稍微比較 市場上就比較擔憂 出來以後你看 前面這兩根上影線 如果說你不看今天的話 是不是很醜 那你把上影線吞噬掉了 就變成一個換手再上的格局嘛 今天有稍微帶一點成交量 下個禮拜可能會震盪 不過呢 目前看起來的話 已經越過一個景線 一些季線準備要朝上了 那我們要講一下就是說 在電動車的這個邏輯裡面 其實電動車也算是 整個大綠能的格局嘛 對 它是一個新能源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後續就可以來特別 來做一下觀察 而且老師 它的這個優勢是不是 你看它其實位階還算是低 對還算低 現在這個問題 你可能其實也是這樣子嘛 對 對不對 你不要選那個特別創高 你後面肉就少了 對對對 有時候就是這樣 有時候股票其實很好 因為短線漲多 它就要整理 對 好那我們再來看 另外一個整理的概念 那我們看它的大疆 之前也非常夯 對 這個是最近非常紅的概念 就是口罩拿掉以後的需求 有隱形眼鏡 化妝 等等之類的 那我現在講一下 就是中國那邊 中國那邊 他們現在是 就是逐漸鬆綁之後 因為大家還是很擔心 本身的防疫力 那個叫做 有一個東西叫做 對 就是防疫力 那我們看到 保健食品這個東西 還有美肌產品 這確實是熱賣 因為中國解封民眾 買保健品 這個現象 我大概跟各位講說 這過去兩年 在台灣看過什麼現象 你現在大概就知道 未來 中國那邊 可能會出現什麼現象 大家想要第一個 提升免疫力 運運看竅 那當然我們說 對於這個通路的部分 也會有幫助 未來來講的話 隨著生活回到疫情之前 美容美肌的產品 是上看需求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月級別的日出 毫無疑問 月KD從低檔 這個地方占到20上方 而且是一個震驚差 前面的高點 還非常的遠 最高曾經來到五字頭 這個我們說 這個反攻 只要回到它一半 就有非常大的空間 那我們來看 日線的級別 主工就是在保健品 跟美肌產品 以中國市場的比重 又特別高 所以這個來講的話 就是說 他們實際上 這個解封 我們說逐步解封的 過程當中 重點是明年Q1的 營業機 有機會回來 那目前看起來 最大的量在這邊 當然就是在上個禮拜 跟這個禮拜一 攻上去的時候 現在看起來有點量說 回來冷靜了 對不對 一般來講 最高量乘以0.26 我之前有跟各位分享過 大概這次有機會勾起來 再走強的一個成交量 可以看到就是說 今天尾盤 有一點開始稍微 準備又再攻的現象 那之前的警線是在這邊 所以我認為 因為這一次我們看到 就是包括投信 國內的法人 也攻進去了 中繼整理之後 下個禮拜有機會 往上再攻一個新高 未來來講 就要看它營收 有沒有持續跟上 就會變成明年的主流 特別來把握一下 我認為生技股在這邊 還是相當的強勢 是老師 所以其實它拉回 其實大家不用太過擔心 對不對 就是在這個時候 你如果還爆的話 不要再殺出去了 對不用 而且新的朋友 在這個地方拉回的過程當中 有一個新的切入的機會 好 OK 所以這是老師 幫大家抓出來的 這是在這個 美顏商機的概念股當中 那大家如果想要了解 更多資訊的話 可以掃瞄 螢幕上的QR Code 裡頭有更多的內容 都可以提供投資人參考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囉 稍後來看到 台積電公布了 最新的11月營收 2227也創下歷史新高 神山今天上漲了 擴散效應 還有哪些小神山 是可以關注的 昆蓁老師 馬上告訴大家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掌聲響起來 財富跟著來 觀眾朋友 歡迎回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趕快提供給大家一個最新消息 是台積電 剛剛公布了11月的營收 2627億元 月增5.9% 年增了超過50% 再度創下單月歷史新高 那累計前11月的合併營收 是在2.07兆元 年增也超過44% 這個營收又是非常的亮眼了 今天台積電股價上漲 10塊錢收在481.5 小神山門也有在動 所以趕快問問我們的昆蓁老師了 台積電今天 這個營收你怎麼解讀呢 之前就幫大家有預測對不對 對 那在本週二 其實就有特別提過說 台積電在這個月的營收 要嘛就新高 要嘛就是次高 那開出來就是歷史新高 那因為說 距離我們的誤差 大約是1.5%而已啦 很近啊 很近 但是才 還在可以接收的範圍內 那我覺得說 台積電 因為有些人會擔心說 會不會台積電 11月好 那12月就會稍微的衰退 其實 坦白講是 可能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對 但因為說以整個第四季來講 那我去預估大約是會比第三季小幅度的成長 那因為說10月跟11月的營收都不錯 對 那以目前來看的話 12月可能會持平或小幅度的衰退 這部分可能就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老師 那剛好今天這份報告也跟你的說法是相搭的 我們看到這幾幫科技人最新報告 他就說了金融代工 第四季會進入所謂的修正期 那他的理由是什麼 當然現在總經問題 還有通膨 還有在中國防疫政策的衝擊 庫存去化在地延 有時候時間會耗比較久 所以他預期的 就像你剛剛講 第四季的營收是下跌的 會中止過去兩年產業逐漸成長的盛況 好 重要指標來看到了 這個先進製程是在台積電 他說可能是持平的喔 那另外在成熟製程部分來說 聯電 利基電 世界先進 他覺得反而產能利用率是下滑的 所以對於第四季是充滿挑戰的嗎 我覺得說 其實因為我們在本週二有特別提到 台積電 我認為可能在11月份的營收 次高的機率是比較高 那結果開出來是新高 那我認為說 這個就是一個路障的差異而已 對 因為當時有特別提到 會有這樣子的推論是因為 iPhone手機其實賣不好 對 那台積電在iPhone上面的營收 佔比其實也不小 所以理論上來講 應該是要被衝擊到 但是10月跟11月 從營收都看不太出來 這部分的衰退 所以我認為他有可能會把它壓到 12月份再去做任列 但因為說12月份的營收 其實坦白講是沒有什麼人在看啦 正因為說12月大家就直接看年報了 對 那這應該算是一個策略性的調整 對 那我覺得說 大家也不用過度去擔心 因為其實 去庫存的話可能會遞延 那又或是說 可能在明年第一季 營收不會到這麼好 這件事是整個市場都已經提前預期到 對 所以其實 股價也早就已經在今年的第三季 就已經反應過 所以這部分基本上是不需要太過於擔心 那比較需要去留意的反而是在成熟製程這邊 對 因為我覺得成熟製程其實沒有什麼大亮點啦 以未來的展望來看 怎麼樣也比不上先進製程 那以需求來看 它最好的紅利期也過了 對 所以我覺得成熟製程 其實是沒有什麼好 值得去關注的亮點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落在先進製程這邊就好 好 那我們直接從台經股價來看 因為其實今天能夠撐上月線 因為台積電最終真的是靠台積電拉了10塊錢以上 所以我們怎麼看台積電 因為今天還有一個最新報告出來 說台積電可能6啊 所以老師你怎麼來解讀 後續台積電還有機會再往上攻嗎 我覺得說以台積電來講 就像我們之前有提過 台積電在明年的EPS 大約是可以到40到45 那40到45 台積電它又是先進製程的領頭羊 所以基本上過5過6這都是一個合理的數字 對 那它的關鍵是取決於美元跟美債 所以我認為說以短線上來看 美元跟美債可能會持續的 在高檔去做震盪 對 那對於台積電來講 其實剛剛前一個老師有提到 就是說 它是因為它股本太大了 它需要一個重大的事件才有機會漲 對 所以我認為 你如果說要放個半年一年 當然說見六見七我都是覺得有機會 那如果說短線上來看 橫盤整理在500元以下 橫盤整理的機率還是比較高 那當然說它的效益就會擴散到 其他相關的設備廠跟供應鏈 對 那當然說台積電如果說瑕浮整理 那大盤可能就空間也不大 對 所以我覺得12月份的大盤 其實還是大區間的橫盤整理 機率會來的比較高 那我們直接看K線 對 這個時候就是個股表現 好 因為今天其實你看好 昨天月線失手一天一間就站上去 那當然因為今天這個台積電推上去了 所以怎麼來看那接下來 如果台積電的空間如果有限的話 那大盤在這個地方呢 對 那我覺得如果說以大盤來講 大盤其實它就是在14500到15500點 這個區間下去做橫盤整理 那橫盤整理坦白講 沒有什麼好分析的就是橫盤整理 對 那橫盤整理期間當然就是個股表現 那如果說以下個禮拜來看的話 有一個族群很值得去做留意 對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元宇宙 對 就是宏達電跟微盛 2498的宏達電跟2388的微盛 為什麼會說這兩檔很值得去做留意 因為其實宏達電跟微盛這兩檔的共通點都在於 第一 營收都蠻差的 對 營收都不好 那又加上這兩檔它都有一個很漂亮的夢 就是一個元宇宙的夢 那又加上它還有題材 對 就是集團作帳 對 所以這兩檔的共通點都是 營收不好 有題材 有一個未來的夢 那符合這樣子條件的股票 它就很有機會在下個禮拜表現 為什麼會說會在下個禮拜表現 因為下個禮拜要公佈CPI 那又要公佈 又要公佈這個聯準會的利率會議結果 那在聯準會公佈利率會議結果之前 市場的買盤 大家不用去期待說會有多積極的買盤 對 大家的觀望氣氛還是會比較重 就像今天的量一樣 對 就像今天的量 那當觀望氣氛比較重的時候 這類型營收不好 但是有夢有題材的股票 它就很容易吸引到短線的買盤進駐 那又加上其實 宏達店的線型也是很漂亮 對 那它就會形成三大助力 就是市場找不到一個好的標的物去買 對 那它有夢又有題材 下週就蠻有機會 往上去做一個短線的起漲 對 這部分可以去留意 好 所以就是在這個元宇宙題材當中 那老師 我們剛才特別講到了嘛 台積線當中 其實今天小神山也動囉 我們現在來看到第一個洪康 然後洪康因為昨天這根紅棒拉得很漂亮 可是今天雖然說也漲上去 只是說今天這個十字 還是有留了一個上影線 很可惜 那接下來它還有機會再供嗎 因為通常如果說這個母雞沒動的話 但小雞好像比較活蹦亂跳喔 對 那其實我們在本週二有特別提過 台積電的營收如果供不出來 市高或是新高的話 連帶受惠的是相關供應鏈 那漲勢會最好的應該就是如果在檢測 對 因為說以檢測來講 它在明年的需求非常非常的旺盛 對 那我們在本週二這個位置 那也有特別提到 因為說它明年的預估獲利是13到15元 那13到15元其實因為檢測廠的需求很明確 所以給它個15倍的本益比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對 所以到了171.5這個位置算是蠻合理的價錢 對 所以我覺得說如果以給它15倍的本益比 算是到中長線來講過二字頭是蠻有機會的 所以今天這個轉折是還OK 對 我覺得說今天這個轉折算是 就是稍微的震盪整理 那下禮拜是都還有機會 好 所以這是在這個台間甘利股 可是其實台間甘利股不只是宏康啊 我們來看到其實宜特 宜特其實昨天也是拉出去了 但今天你看他們兩個走勢真的很像 今天都留了個上影線 所以是不是休息之後怎麼來做觀察 那其實大家可以發現說 如果硬要去做比較的話 今天宏康的漲勢是比宜特還要來的好 這麼一點點 對 那我們在本週二其實都有特別提過 就是也是在這個位置 就是說宜特跟宏康最大的差別在於 它的週期 但因為說以傳統的檢測廠來講 當然說比較大眾的是宏康 對 那宏康它的感覺就像是說 目前的衛冕者 對 那宜特是在明年有機會超越 衛冕者的一個挑戰者 大概是這樣子的感覺啦 所以說短線上來講 那我覺得宏康跟宜特它都還有空間 但是如果說要去看長線的爆發力 那我覺得宜特可能未來的空間會再更大一點點 那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的因為說 2023預估獲利是8到9元 那8到9元其實給它個15倍的本益比 不到100元的股價算是滿便宜的價位 對 都可以持續去做留意 所以從本益比去看 好 那下一檔的時候我們來看到是在更新 更新這檔股票其實有好像切到網通的這樣的一個題材 對 因為說可能說宜特啦那宏康都漲上來之後 那大家可能會去找一些位階在比較低有機會擴散的股票 那我覺得因為說檢測這個東西我們在本週二有提過 就是說它的爆發期會落在一項產品跟一項產品的交接點 對 那這個交接點就像是宜特跟宏康 它是受惠於像是先進製程 對 先進製程的交接點 那或是像是第三代半導體的交接點 對 那更新雖然它不是傳統的一個晶片的檢測廠 但是它是網通的檢測龍頭 對 那大家要知道如果說以5G的需求來講 明年會推出所謂 這個是還蠻新的一個產品 對 因為說目前大家所聽到的可能都是Wi-Fi 6 對 比較少聽到Wi-Fi 7這種東西 對 那從Wi-Fi 6跨足到Wi-Fi 7 它會經過一個良率的過渡期 對 那這個良率的過渡期 它就會很需要依賴大量的檢測 對 所以預計在明年更新它的需求啦 訂單也會非常的旺盛 對 它雖然說同樣是檢測廠 但是它跟宏康跟宜特的受惠的一個模式 是有點不太一樣 對 那明年的預估獲利是17到18元 以目前的在手訂單來看 那在手訂單17到18元的話 其實一樣是給它15倍的本益比 目前200 今天是收221 其實這樣子的股價也都算是便宜的股價 對 它接下來都還有上漲的空間在 所以共通點都是其它本益比的價值 還沒那麼高 對 都還算是偏低 好 那老師台積鑑禮鼓當中 我們來看到設備廠 設備廠這檔也是過去曾經很噴的凡薛 對 那其實大家要知道 台積電目前的題材 最大的當然就是美國 對 美國這部分 那其實很多人會覺得台積電去美國 會不會有成本提高的問題 那導致說毛利率被侵蝕掉 那我覺得在這個時間點去擔心說 台積電在美國的毛利率會不會被侵蝕掉 這個感覺就有一點像是 我做個比較具體的比喻 就像是目前在踢4組賽 那我們在擔心說 就是今年都還沒踢完 那我們在擔心後4年的冠軍會是誰 太早去想這個問題了 這個確實是可能會發生的狀況 但是目前來想就是離得還太遠了 對 不用說這麼的擔心 但因為說台積電真的要切到3奈米的量產 至少也要到2026年後 那2026年以前 其實在美國廠的頭片量 佔比都是低於3% 都低於3%而已 對 所以基本上是不會有任何影響 那除了說檢測的設備 對 比較推薦的會是6196的凡宣 為什麼會說凡宣 因為凡宣目前在美國廠的營收佔比 就已經到2到3成 對 也就代表說 其實凡宣算是台積電目前 在美國的合作夥伴之一 對 那大家要知道說 美國跟台灣的一個算是國情啦 是稍微有一點不同 那在當地會比較重視所謂的綠色製造 那跟環保這一塊 就ESG 對 那凡宣他算是比較特殊一點 他有所謂的污水處理系統 這個東西還滿獨家的 那污水處理系統 佔整體營收大約是20% 對 還滿高的 那最重要是說凡宣他佔 因為說這時間點其實各大企業 他都會去做一個所謂 在ESG的排名 就是說看你這一間公司 到底夠不夠環保 對 那他在ESG排名算是領先同業 對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就 滿有機會受惠程度最大 好 這是在返旋 那最後當然也是台積電的小經濟 過去我們常常說的財運 對 那我就說 財運稍微的壓回 那因為說財運的想像空間是非常非常的大 第一說他有很多加了0.6微米的CIS 那第二是說他在明年的獲利也不錯 對 所以我覺得壓回到可能說 橫盤整理200出頭這個位置 是可以去留意他短線的一個買點 好 有的確 這是在幫大家抓出來台積電的概念股當中 這一系列 那如果大家對這個內容有更多興趣的話 可以掃明物上的QR Code 裡頭有更多的資訊可以提供給大家 好 我們謝謝老師 我們請昆特老師先回座 那我們幫大家來整理一下 今天在整個外資跟投信 買超的個股當中 最新統計出爐了幫大家來掌握 包括在外資跟投信 他們的買超前時跟賣超前時是 哪一些的相關個股 好 幫大家來看一下在外資部分來說 今天買最多的真是在航空雙雄的滑航 還有在金融的部分 那去時間航運在稱盤的 就是在陽明的部分 買超是第三名 太陽另外包括聯電 那常鑼買超排在第七名 還有我們剛剛特別講到的大同 另外在金融個股表現也不錯 好 就是在外資部分 那投信呢 投信間買超的前十名也幫大家來掌握 投信間第一名買在了鋼鐵 好 中鋼 榮鋼 另外 紅康 台金的設備股今天也起來了 還包括元金 這是在投信鎖定的太陽能 另外華夏 這個是二線塑化 台聚集團 域名 華航 也都是航運的指標個股 所以幫大家來整理一下 就是在今天外資投信的買超部分 好 那明天的行情 應該說下禮拜回來囉 美國的CPI跟這個FED公布之後 怎麼來關注下週的行情 趕快我們先問問一可老師了 老師 下禮拜怎麼看 好 陳如剛剛事分所說 因為下個禮拜有所謂CPI跟聯準會的利率決策 所以說其實在外資的這個縮手的部分 它會比較有 比較不容易有太大的動作 所以說指數上比較容易呈現霞浮震盪 觀望氣氛比較濃厚 那量說都是一個正常的情形 那再來呢 所以我認為說這個俗話說得好嗎 老虎不在家 猴子就當大王了 反而容易由這個集團和投信作帳來做一個主導 中小型虎就會成為主流 好 老師 這個集團作帳會鎖定哪些集團呢 我認為像剛剛那個鍾老師講到的威勝集團 我也一直看看好 好 所以這是在下禮拜的重點指標當中 另外來問問政華老師 下禮拜的行情怎麼來做觀察呢 還有手上的個股怎麼來檢視 哪一些是準備要轉牆的 就是現在看起來的話一萬四千二一萬四千三嘛 往上的話大概就一萬五千二一千五千三 那中間那一千點來回會做一個震盪 然後量人的話也相對來講比較縮 因為我們知道到年底的時候 我們說外資它有的其實會長假的 那當然雖然是實際還沒有到 但是你要去想這個問題 有的股票它衝到一半 它可能就停下來了 所以這裡當然跟遇凱 玉凱講的差不多就是我們中小型的股票 但中小型股票 如果說你在那個族群當中有股票在創新高 比方說IP的話就創意嘛對不對 或者說像這個宜特 宏康 它本身是在創新高的 那你就有機會去把那個族群再帶熱一點 那我們說之前像華星 或者說玉龍這幾個集團 那目前在休息當中 如果它願意再往上供一次的話 也會帶這種族群裡面往上供的一個效應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看創新高的族群去找 在轉牆的族群當中位界比較低的 可能是區間操作當中比較容易賺到價差的方法 好 謝謝鄭華老師 那另外昆章老師我們來看了 下禮拜行情還有族群當中你怎麼推薦 好啦 其實就像剛剛所提到 因為下禮拜有CPI要公佈 那又加上美國聯準會要公佈利率會議 所以整個行情一定會比較清淡 那在這麼清淡的行情 它就是最適合做夢題材的水域 所以在下禮拜一定要去留意2338的這個威盛 那包含像是2498的宏達店 這兩檔我覺得說下禮拜它的機會非常大 像今天比較強勢的太陽能族群 因為說它的股性不好 所以不太建議去做獲助的追降 好 這次在今天的行情 請用給大家感謝收看 我們再會